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悔祸首来自特朗普的推特 特朗普在推特发表了其对国际贸易问题的看法 并再次提及加征关税 市场本消化昨日美联储降息带来的影响 各路人马正摩拳擦掌 准备对未来的经济形势进行压注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 贸易局势的风云突变瞬间掌控了市场情绪 受此影响投资者迅速转火 美国长期国债股市与油价下挫 避险资产陷助走高 接下来贸易局势走向于美联储降息影响 将双控市场走势 其中贸易问题重要 今日重点关注美国非农数据 数据表现将对日内的市场走势带来影响 若数据良好将对市场有所锐济 否则将加重恐慌 欧元对美元得益于美元的下跌而赞得喘息 目前仍是震荡下跌态势 重点关注1.1100关口 回到上方有可能短线起稳 否则继续向下 操作思路为靠近1.1100先继续失控 上破则转为失多 靠近1.1200继续做空 英镑对美元走势在1.2050至1.2150形成震荡区域 以关注两端突破 目前仍属弱势震荡 需警惕美元回落 不宜过度追控 倾向观望此品种 澳元对美元和纽元对美元继续保持看空 阻力水平不断下移 但不一致的过低 关注澳元0.6930至50 与纽元0.6600至6580 反弹不过做空 美元对家园受益于油价报错 而短线保持强势 同时因美元回落而短线涨势受限 但整体仍维持看涨 倾向观注1.3180党 在此上方继续看多 金价再次在1400关口逆转下跌 并逼近前方 可见避险力量只强势 使得短期走势重新震荡偏上 能否上破1450阻力 是接下来趋势的关注重点 倾向观望为主 日内则注意1430 1420指称 美国原油爆错4美元 目前跌破55.00关口 从态势上看 走势明显不利于多头 但对于此政府较大的品种 还需小心行事 所以要关注短线的反弹力度 可考虑靠近56.00做空 在此以下观望下周再看 在托派派领军人物约翰逊落实出任新首相后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表示 听了他成为首相后的首次讲话 认为约翰逊谈论的不仅是要删去被爱尔兰保障条款 而是一项全新的协议 对英国来说更好的协议 可以想见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博弈将如何凶险 而脱欧派一贯不满英伦银行描绘的脱欧风险 夸大了对英国经济的冲击 如果央行强调太多硬脱欧性破坏 可能妨碍与欧盟的谈判令英国处于下风 因此在这方面 央行必须小心处理 直接谈论经济疲软将明示未来减息机会大增就明知得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今日关注又有哪些 14点30分瑞士7月CPI月率 17点00分欧元区6月PPI月率 欧元区6月零售销售月率 20点30分美国7月基调后非农就业人口 美国7月失业率 美国6月贸易仗 22点00分美国6月工厂订单月率 美国7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先行指数中值 周六凌晨1点钟 美国至8月2日当周石油赚钱走数 望投资者可以多加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